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你是第二節的四天王 都可以這麼說的 魔法者四天王的第二位競爭者介紹 出場的是新妹魔王之契約者 如果第一套是校園系的魔法戰爭 這套就是家庭系的魔法戰爭 其實是溫馨的 是家庭溫暖的 這套是溫馨的 你看下去就知道這套東西 溫馨…怎麼溫馨 在說家族愛 溫暖就可以 是兄妹愛 家族愛 不是實妹 家族愛 你是人家說錯了 她有同族的二妹 另外還有女主角當作是二妹 所以有兩個妹 再加一個蘿莉 蘿莉也是她妹 對 在攻守範圍裏 三個在外形上和設定上 都可以合格 沒有這個角色 故事裏面 就說主角 印姦的爸爸 因為再婚的關係 再婚的對象 就有兩個女 加入他們這個大家庭 同樣沒見過她媽媽 對到後面也知道 其實是因為洗腦的關係 其實沒有這個媽媽的存在 其實她是 那兩位 梅梅尼是真產 羅里加奧的 純實上是 阿玲本身的角色 她真正的身份就是 一個魔王的後裔 而另一位就是夢魔 另外那位 就是徐松 對 馬里亞 就是夢魔 即是聖魔法的代表角色之一 他們的目的就是 為了找一個可以寄居的據點 洗人間界的據點 對 因為隨便找了一個對象 今晚找了人間的爸爸 為了洗腦 洗開了他爸爸之後 還想利用這個魔法 向人間洗腦 洗完他腦之後 讓他離開這個家庭 佔領這個家庭 其實就是真產 就是一個真產 洗腦來說 也不叫真產 是叫侵略 原來這套是烏賊良 侵略男星 但是在洗腦的過程中 當然不要小看人類 洗腦之前 已經認清楚對方是什麼人 其實在洗腦行動中 兩個洗腦都是失敗的 為什麼會洗腦失敗呢 沒錯 阿玲他們的身份 就是魔族 靈就是魔王的後裔 但是男主角方也不弱 但是他選不選中裔 人間一家其實他們是勇者之初 勇者一族 勇者一族的後裔 勇者 魔王勇者 對 魔王勇者 首先我第一個想的 跟有馬想的一樣 魔王勇者 但是魔王勇者講經濟 他就講家庭 他就講 其實你這樣去看這件事 就算那巴是不同種族 有多麼不良的目的 進入這個家庭的關係 裡面 只要成為家人 他就會無私地去幫助你 那這些還不是家族愛 是不是 這是一個溫馨的故事 他是一個 哪裏運興 你見到主角 我不知道是一個作為勇者的包容 還是作為一個阿哥的包容 沒錯 後裔男主角絕對不會拒絕女性的任何要求 不是 他也要過女性有分 差不多 輕雪 比你男主角用的女角都不會差到哪裏 其實這套 你說比上一套 統和無盡那套 統和無盡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稍為優勝少少少 這裏其實他在兩集裏面 講了那個背景設定 其實他不是講得很多 也其實沒有提出什麼 當然你說 最基本的提出就是有的 就是說 因為魔王是保守派 真是很魔王勇者的感覺 阿玲的爸爸就是 這位魔王就是保守派 而在一年前 這位保守派的魔王 就被 家崩了 就被人家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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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暗殺的事情是很難說的 因為這個魔王其實是有非常強大的力量 但是他被人家賭了 那暗殺的事情是很難說的 不是啦 暗殺你病給你命的 那他為了得到就是這個魔王的遺族力量 所以他就要去追殺這個阿玲 男主角方其實不知是甚麼來頭 總之他現在只是說他是勇者一族 就完了 他可以用到勇者特有的技能 即是抬著桑莉康回家 你亦都會見到很固有魔法 是一開始隱藏自己能力的男主角典型 就是我不想用這種力量 用完之後就會說好像有心理陰影 右手 這是很帥的表現 他是不是用錯手應該用左手才對 我用左手 不要逼我 我真的不想用這種力量 那你有肉質 他就有用 哎呀頂不了多久 頂得住 幸好 其實我們上一節沒有說 其實彈簧盧準也有的 男主角其實會幻聽聽到一個不知是甚麼的聲音 不知是甚麼記憶的東西 很可能其實他用的能力也是跟記憶有關係 即是 這類型的作品是甚麼呢 男主角如果突然之間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個特殊能力 是很興奮的 一定要有副作用的 沒有副作用的 為甚麼是男主角呢 即是 這個定義其實很奇怪 其實你早期的這類型作品 男主角應該要是男 男主角隱藏能力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種能力其實只不過 不是一個物理性 或是對他身體有甚麼的副作用 是純粹是因為這種力量 他見識了太多悲慘的事 所以他不想用 但近年的魔法作品 就是說 有副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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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逼我 但這個副作用 永遠都是 當然是沒有甚麼的 用完之後 用完之後 就會有很大量的澎湃解說 用完之後 你就會犧牲你的生命 但最後一條是 妹死 你見錯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達也 那個也不太膩 那個也是妹 我們倆不說第神 他倆會一直吐 repeated 又不斷吐 然後不斷吐 無限量地這樣用 他說 美快的時候 他不然要承受死 老闆的痛苦 重充に Hurray 射她的時間 射完又射 射得最開心 你會知道 很暴akh的東西 現在我覺得 信造這類型的角飾 是公式化的就是 只是覺得沒理由被他這麼無敵的存在 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角色的表達好像不立體 但其實不立體不在於他究竟這種力量有沒有缺陷 這種力量有沒有缺陷其實是在戰鬥上他可以運用的戰術 除非你說有其他劇情可以交代這件事 譬如說他的痛苦是甚麼 連繫到戰鬥 當然在《心會》這一套作品裏面 《印間》究竟是為何不想用這種力量 是未知他有一點點趨近心理陰影 因為他手震… 童年陰影 不知道童年經過甚麼事 用者是不是劈錯人了 不是阿士多的時候劈出新加坡 不過他不知為何好像很不想用這種力量 而且他用這種力量的時候 他也說這種力量不是一體 就是要擺一款 你不是說喜歡病患者就是這樣 他要假裝到別人不知道但好讓別人知道 明不明白 這些是勇者的特質 勇者的教育 勇者的教育就是你要藏自己 低調 對 低調 對 野人者一樣 低調 不是那間雞蛋仔的甚麼低調高手 所以不想跟你說其實我也是勇者 這樣是不是呢 要封樓式堂也要斜西藏這樣說 當然啦 雖然這裡是一套家庭溫馨的魔法戰爭的故事 家庭溫馨 不溫馨嗎 家庭暴力 哪裏暴力 沒有暴力 肯定沒有暴力 最多是保魔力 你看到第一集就是 他們為了加深這個阿哥和妹妹的關係 不惜利用這個禁咒 第一集嗎 不是第二集嗎 不記得差不多的故事 他們為了加深兩姐的關係 不惜利用這個魔法的禁咒 在這個月圓之夜裏面 定立這個主蟲關係 誰主誰蟲 最後就是因為本身就是想阿玲做主 待會就變成他的下屬 誰知道不知道甚麼原因 就調轉了 Raman就沒甚麼想看好戲 我要吃花生 當然是人間做主人好玩一點 沒關係的 我相信阿妹當然要聽阿哥說的 這部是家庭溫馨劇 爸爸不是在這裡掌輕為父嗎 更加喜歡爸爸 即是鬼父 你說了就不用說了 不是的 我的妹妹那部不是這樣的 那部是家庭慘劇 又是中村 你今天都講中村 很簡單就是阿妹說的就是慘劇 阿哥說的就是喜劇 沒有關係 那部你講小小的東西 那部是 那部是在說的就是 爸爸不同意他的女兒的興趣 反抗就是他們兩兄妹走在一起 那很明顯是一個悲劇的故事 是不是 悲劇很悲劇 穿婚衣 那部是兄妹愛情故事 家庭悲劇故事 是兩種東西 穿婚衣就是人生的墳墓 日落洋子 你看到這裡 爸爸是很鼓勵 去照顧她的妹妹 不停宣傳說 我們已經就是家族的關係 無論阿妹有什麼事 你都要幫她 愛護她有空請她喝茶 包括阿妹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要摸一下她 不是渣嗎 不知道那部整首白光 那家庭安靜劇 這些不能播出的嘛 我記得一段時間 大家已經濕透了 不要理會了 什麼濕了七次 那你要看那些 那是要等她 Bullway的時候 變成家庭愛情動作 喜劇才可以 愛情動作 算了 還要喜劇 幹嘛 才可以報得 我想大家開個盆頭 我猜她的Bullway賣到多少隻 我不知道 其實那些作畫一半 不是她跟作者一套 無賴養者的鬼速之合 不如猜猜魔法戰爭四部 哪個跑出的 我想她應該最好賣 這套應該沒問題 這套除了是 我猜她有四 就不合理之外 全部都OK得正常 應該有四千多隻 Bullway可以買到 我猜比較快 但應該有套是不足一千的 不是 因為我就是這樣看 跟她上次那套 無賴養者來說 這套的故事 應該是正常一點 你看了兩集 雪凌現在是Owen仔 你有沒有看過 有啊 我有啊 這套就算正常說的 我想怎樣 我先評論一下 她還未完 不是 完了才評論 OK 當然 還有一個學校的情節 其實跟這個打網無盡 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一進去之後 哪有差不多 哪一進來抱著 都沒有裸體 裸體不是學校情節 那那邊就沒有渣了 男主角就是 把這個學園裡面 兩大美女 就已經是狼固 他叫了兩大公主 就已經狼固了 神伏在旗下 修歸國有 勇者來的嘛 勇者是勇者權利 沒事的 當然其實看到 另外那位青梅竹華 其實是 像知道男主角的能力一樣的 好像是 應該都是勇者村的人來的 說到 家庭溫興劇僅有爭執 最後當然是和好預初 第二就是奉行這個魔法 家庭喜劇的套路 溫興喜劇的套路 男主角星王終於發現 我應該去保護他的家人 然後勇者就踩著單車 去找這個零 最後見他飛了出去 飛身一學 就救了 這輛車首先橙上一個 試飲到的邪國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問我什麼技術 使用勇者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小儀科來的 我不用這句了 小儀科來的 劍都變得霸出來了 身為勇者應該會對任何載具有駕馭力 是那個Saber來的 Saber開電單車 不是踩單車 沒那麼窮的 總觀而言 其實整套東西 看到他的賣慾其實是很乞意的 有一點點燈 有些硬微 其實你的感覺上 他好像將HKM情節混合進去 他強行將性魔法情節混合進去 如果你說好像裸露那些東西 切殺我 反而你說 統合無盡可能比他更自然 就是那女兒發情而已 不是這些都是發情的 被魔術發情而已 Discovery channel的東西 生物發情的東西很正常 但這個無緣無故就是什麼 他是被發情 那個生物發情 這個魔族發情而已 魔族的生物汗你不明白的 不是啊 你是不是魔族 人家魔族又不是人類 你又不是魔族 關事這件事 取養問題又是 你要看清楚這件事 這個是強加一個咒語 不是他天生本能來的嘛 那怎能夠算是Discovery channel的鐵情呢 我不要說是Discovery channel 但魔族的東西你懂得鐵嗎 我不是魔族懂得鐵 我是主蟲關係共魔法 我懂得鐵而已 你不要說 心狗一言 簡單來說 如果你覺得HIGH SCHOOL DD沒那麼突然 或者覺得其他那些沒那麼突然 你可以用一個很根本的東西 去分開這幾類型的東西 大家會看到它的Service畫面 其實如果你說HIGH SCHOOL DD 它那些騎士呢 我是撇除了Bullway特典的東西 你以回它的動畫基本 我甚至不算是ATX出街的版本 我算是普通版本 你看到的可能只不過是一些幻想性的腦寶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特點的情節 那就是了 那你說那些什麼不抵抗之力 就是另外一類 就是TURAFU那些 什麼頭折了下去 不知道什麼位置 那些絕對相引都有的 那些反倒不知怎樣 那問題來了 這個它突然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根本就跳出了常有電視動畫 你習慣看到那類的東西 因為它又不是不抵抗力 它是不抵抗就語 你迫著一定要插下去 它又不是玩一些很意識流的東西 或者幻想那些 它是明刀明刀 你也是啊 你要插下去 你不插下去就解決不了 簡直它好像說 你發射吧 你不發射 那個島又會爆炸了 那些情況 所以這件事就很突然 而且因為它的電視畫面 是很少用這種模式去做出來的 所以難聽一點說 它真的是觀能小說 和無緣無故的一樣 你把劇情切斷掉 把劇情切斷掉的程式 是不會影響你轉線發展的 我這樣說 這個突然的原因是在於什麼呢 你如果說Eason D 它那個劇情就是 因為本身 男主角 他本身的個性構成 他是這種套路 所以他有那種幻想 他有那種情節 他想插下去 或者他想做一下福利 這件事你會覺得 不是 他是想要排定時排出一些魔力的 那你實在有些福利的東西 不是 他用這個套路的東西 因為他本身也是這個性格 你會覺得 如果以他做視點來說 我看到這些劇情其實是很合理的 你看到他看H書 你都會覺得很合理的一件事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樣的人 人家打贏了我被你握的 我明白 如果你說最相似的 就是之前那套健全機鬥士 健全機鬥士 他說那些要握 要摸 那些原理 就是要補充那些能量 那這裡就反過來 它不是補能量 它是解除那個 詛咒的效果 但是兩套都凸凹的 分別在於說 我一套有機閒 那你們接受到 這套沒有機閒 那可能難接受一些 其實兩套都難接受 我那時候都說過 一樣的 都說那時候永遠 你把那些渣開畫面剪掉 機閒回很正常的那套東西 沒問題 一樣這也是 你剪掉那些渣開畫面 很正常的家庭 我會這樣說 其實剛才阿姆說的 一件事是有道理的 他就好像突然之間說 你按鍵吧 你按鍵就可以解決 這個世界的危機了 這件事是甚麼 就是按鍵這件事 變成了渣開 但是你是很難 去將兩件事 去配合在一起 我正在整個世界 你突然跟我說渣開 救人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可能說他突然之間很辛苦 你可能又要找 你可能說 你要外面要收集甚麼草藥 然後才可以救回他 你這樣會覺得這件事是合理 或者是童話一點的 你咀嚼他 王子與公子去布置 你咀嚼他 那就會解除魔咒 他可能咀嚼到而已 這個主角又沒有任何先試 其實這樣說 待會那個角色 其實在索組上 他跟剛才我們說的第一套 都是超不立體的 他只是一個虛像 你對比一成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因為他有一個很鮮明的性格 在言語和行動表現出來 這裏是沒有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男主角不是一個很重點的主視線角色 他會平均分配在女角和男角 其實你不會很明顯很快的 拿到他的性格 反過來他還會有些腹筆 他會說手抖 左手很害怕 那些什麼 他那麼順 郭兵 任不錯 我會分到一個類型的 其實我們叫DXD那種 大家一看一看 其實會有共通的 一成那種 是典型我們90年代後期看 或者前期看的那種類型的主角 行動力是很強的 或者他有自己的基本理念 他有自己的 我不會討論的能力強弱 因為跟他性格沒有關係 跟他的行動的原理 或者劇情的推進沒有關係 但是新這一堆 其實所有男主角 其實都是很被動的 他們甚至是沒有性格 沒有性格到什麼 他是讓你任何東西都套下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讓自己讀者 或者是觀眾套進去 當然你套不進去 那些人怕金信 他會說他能力控制不了 這件事很厲害 這件事很難搞 你是不是喜歡的想法 算了 那些YY小說的SAO都是 同仁話轉遊戲就是轉遊戲 所以你看到 他們很多時候就說 雖然DXD不是傳統那種 他都會受到事件的形勢影響 而迫著他做某些行動 或者其他女角比他更加強勢 可以駕馭到這個事件的流向 但其實你說這種類型 其實魔法方面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男主角 是比較 叫做草食系 他們比較接近這方面 你看到其實每個都差不多 然後這些草食系的男主角 他們會傾向什麼呢 他們會有特殊能力 但這些特殊能力 通常有些 negative 的元素在裡面 令到這個草食系的男主角 說你要關懷他 你會保護他 或者說你要給他福利 不是他很慘 就是每天淋水 每天淋水 所以整地都是 呵護關懷每一天 所以你會看到 你不會覺得男主角 會吸引 不討好 不討好也不會吸引 其實你會覺得他真是 你想知道究竟他有什麼背景 現在很多時候 他們集中了很多 女人其實也不是描述 但他放大量元素 在女角身上 女角就很厲害很厲害 說到 但其實你看到很多這些故事都是 最終就是什麼 他說到女角多厲害 去到後期 我敢相信 所有人 所有這樣的角色 全部都是二線戰鬥力 他們是一線的戰鬥力 最終就是放在主角身上 這類型的作品 根本上是支援不了 你開頭是很想 分散這個 而這類型的角色 就變成了什麼 爭仔 賣肉 狹躁 動畫法 聲優勤 再不就唱了歌 其實就沒有意思 其實那個魔法設定 這個暫時還沒有說 他所謂的魔法設定 只是簡單地叫做什麼 魔王與勇者 一個典型的魔法類型 故事的其中一個 旁之的套路 但究竟裡面什麼內容 暫時還未知道 但現在看上去 我是最不喜歡 其實是 反而那些 就是特日的賣肉情節 當然我知道這套東西 我也有朋友 是有繼續追 這個原作小笑的 說這套東西 根本就是賣意淫的 不是意淫 我已經拿下去了 好像搞完了 我聽說 他說最生氣 那就是意淫 你劇透 我們可以剪掉 那我搞哪個 沒有問題 隨便吧 很合理 你看到這套東西的走 如果是走這些的話 那這套最後就是 家庭愛情動作式 勇者偏 偏是這個女藩才有 鬼褲就鬼褲 不加你這麼多 什麼顏色 鬼興 鬼興 新作品 好不好 鬼興好像誰有作品 暫時 其實老實說 兩套分差 對我來說 就不是很大的 甚至其實你覺得 我都覺得猴子會沒看過 你的方法真是 給這套東西 完全沒問題 我 這套其實 你不叫沒有法真 這套不同 這套的性質不同 其實有些強硬來的 其實前者都是 但是應該叫做特殊能力 架空世界的故事 魔法戰爭不是嗎 魔法戰爭都是 但架空世界沒有東西 但是魔法戰爭 你是二世界打的 所以不知為何 他們可以打到二十世界 這個不是問題 但是其實你說 現在兩套東西 這兩套級數 其實差別在於 捧我無盡 這一套作品 叫做什麼 很多是太直白 還有很多是自說自話 它是純粹解釋 解釋了之後 我就當算了 這一套東西 它現在暫時未有這個解釋 所以未知道 但是它的劇情 是很多是 它是為一些橋段 而去加劇情 其實是沒有意思 亦都會見到特殊 其實在劇情上 前者可能比他好看 但是你說 在其他角色的描寫上 可能後者會比他好些 但是就不是說 兩者是有一個正常水平 看你怎麼拿捏什麼叫正常 這個年代的正常 很難定義 不過我也是這樣 作為一個魔法的研究生 去說 現在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暫時 你不可以讀四年B班 暫時來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 雖然它不屬於 但是近年是 Lock Horizon 那些 我真的才覺得 近年是屬於最好的一套 你明白 習慣了魔法戰爭競爭者 這個下頭 都不會去正常 都是在哪 我其實有一點覺得 這些動畫 其實已經不是很著重劇情 那方面 他們只是想拿一個套路 然後 之後 我不想想個故事 總之 他轉了一個人 有一點生活向 轉賣角色 搞一點生活劇情 搞一點角色關係的爭執 再打一場 三七日 不理三七日一 跟著和好 最重要是 中間插一些 Surface的鏡頭 少少咸多多趣 那就算了 虛有其形 甚至我覺得 有時形都沒有 走模那些 當然 還有兩套 魔法四天王的作品 當然是留下星期的 絕對雙印 和聖劍史之錦象 是不是錦奏槍 你都記得了 後面還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字 你都記得了 你這麼長的名字 這一節 我們還有的 我們下一節就說 魔法以外 雖然有些都有魔法 不過就不關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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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